針對郵報3號報導 台灣面臨兵源不足的問題 台灣青年當兵不踴躍 導致無法進行像是無人機 或刺針飛彈等新式訓練 怕死吧 就是怕回不了 大多可能會覺得說浪費時間吧 因為我們當兵就很累 被人家操就很累了 我覺得主要還是累吧 因為他們覺得 我累那麼久 然後我還要上戰場 我也有那種就是剛畢業的朋友 他們也都是覺得就當兵會很累 所以他們就想要去那種申請那種 就是可以當兵天數比較少的 愛國情操沒有這麼強 就是沒有這麼愛台灣嘛 所以比較不會自己想要為了戰爭 然後去犧牲自己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一方面也是 台灣人現在還沒有太多危機感 就是認為中共打過來可能 不可能打過來啊 然後有很多因素導致中國不敢打過來 所以也不用太去對這個感到什麼 太多強烈的什麼準備 那美國居然這樣說 他們那個時候 川普不是說叫我們交保護費嗎 那你保護費交了 你應該駐軍過來啊 怎麼 我們都出錢了 你還不出力嗎 對啊 我們雖然也要抗中保財 但是我們的實力 說真的跟中國差距還是很大 所以我覺得 美國交了保護費 就要做出他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有啦 蠻愛國的啊 我覺得我們年輕人都蠻愛國的 只是我們愛的可能不是中華民國 可能有人愛的是台灣 有人愛的是中華民國 有人愛的是中華民國台灣 因為現在的年輕人可能覺得當兵的話 就是可能有點浪費時間的感覺 對啊 像是有些人可能還在讀大學之類的 然後他們可能說 去當兵就會浪費一年時間在裡面 可能現在的年輕人會覺得說 20歲到30歲這個10年的區間 他們是在充事業 然後他們想要 就是可能不要浪費 他們可能會覺得說 不要浪費這10年的時間來去當兵 而是拿這10年的時間來去更精進自己 讓自己更有價值 但是我覺得如果有更好的資源的話 可能會有人想要去當兵 就是可能如果美國會有來 教我們更好的一些資源的話 我們可能會比較自願一點 但我自己本身是體育神 所以我覺得應該還好 就是事務的話我是有在考慮啊 考慮什麼 簽資源儀 我們兩岸之間關係有點緊張 所以我覺得應該要為國家出一份力 OK 原因嗎 不想當兵的原因嗎 因為我覺得台灣現在比較 因為比較也沒有在宣揚這一塊吧 然後再來就是 大家有 說實在有很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啊 就是當兵一年其實真的是滿花時間的 有些男生就是不喜歡當兵 然後就是宅在家裡面 然後以我們班上的男生的話 就是差不多都是 有些都是宅在家 然後就是不太想當兵 就是在社會課聽到那個 要當兵這件事情 然後就感到覺得煩 然後有些是擔心說那個 比如說那個男生有交女朋友 然後怕女朋友等太久 然後出軌這樣子 好兵便 對 有年輕人說他們不想當兵 但是台灣已經繳保護費給美國了 美國應該要保護台灣